看看这电影的演员列表 轻一色的不祥 会让你觉得这是部不知名烂片 然而从本片上映后的三年间 他获得了超过二十余次的国际级电影大奖 他就是中国禁片之王贾张科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也是最能代表底层人命的国产电影 三峡好人 他叫韩三明 十几年前花三千买了个媳妇 女人生完女儿后 就连都孩子又被警察救走了 韩三明此行不远千里从山西到四川 就是为了见一见曾经的妻女 他刚一下船 就被四川地痞拉来强制消费看表演 面前的绝帽一阵笔划 白纸瞬间变成欧元和人民币 还没等三明反应过来 一旁的小伙便向他索要表演费 三明口口声声没钱 小伙就抢走他的包 但放到桌上 还没翻完 三明就走过来亮出了堂皇刀 这下他才得意脱身 在岸边 三明坐上摩托车 递出一张地址 四川凤杰青石街五号 正是妻子留给他的 赴了五元后 对方向他载到了一束江水旁 指着对面的土包包说 那儿就是 原来青石街早就被淹了 如今的这里成了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雄伟浩瀚 功在当代 力在千秋 可三明只惦记着自己的五块钱 作为歪来虎 明知自己吃了扁 他也还是忍了 最终又付了三元 让摩托载拉他去拆迁办 拆迁办内 业主和领导指手画脚 嘲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三明将地址递给半世员 可半世员说凤杰已经归到了重庆 早就不属于四川了 而至于三明妻子拆迁后的下落 半世员只说电脑死机了 让他明天再来 为了安顿下来 摩托载带三明来到一间旅店 老板张口就是三块 被摩托载讲到了一块二 临走时 摩托载还向老板要了一块钱中介费 如此一看 这面向外地人的买卖 本地人是如何也亏不了的 三明安顿好后 屋内进来一个人 他点起一支烟 闲熟地抽了起来 随后大摇大摆离开 宛如江湖大哥一般 更像老大的 别人都叫他小马哥 他戴起墨镜 模仿发哥的点烟桥段 不过电影里用的是美刀 他则用的是报纸 通过旅店老板的指引 三明决定去找妻子的哥哥 一路上 断壁腿原正在被一锤一锤地拆除 几十年下来的老房子 没有两三下就成了一堆废墟 来到目的地后 妻子哥哥一脸冷漠地剿面 得知对方身份 哥哥便将三明知道楼上 片刻之后 哥哥的几个工友也上了楼 和其他人一样 他们一同端着面碗 一口一口作着面条 对于自己妹妹的下落 哥哥只告诉韩三明 他在一场跑船 其他的话就休要再提 三明多问两句 一旁满脑纱布的小伙子 上来就是一脚 三明一闪 俯俯身上尘土 说了两句硬气话 还是决定离开 临走时 三明掏出两瓶酒 哥哥则继续吃着嘴里的面 这酒他是绝对不会收的 对于妹妹 这个大哥自觉有太多的亏欠 为了赚钱 他安排妹妹去跑船 轻轻在他这里形同末路 他不敢回首 更不敢拿酒 为了生存 三明决定去拆楼赚钱 他也和工友攀谈起来 工友拿出一张十元新钞 那背面的奎门 就是三明的所在地 三明掏出一张五十元旧钞 那背面的黄河虎口瀑布 便是三明的老家 一日清晨 三明望着奎门一语未发 他不知道新钞上 自己的老家银河被换掉 可他还是觉得 奎门真比不上自己老家 大锤抡起 挥汗如雨 轮了几下后 三明看到几个身穿防护服的人 正在消毒 鸡脚嘎拉 全部覆盖 这一行为令三明有些费解 可也仅仅是一瞬间 大部分时间他根本毫不在意 因为今后这里的一切 都将被历史淹没 一男孩唱着歌 三明听得入了神 一旁的大姐见三明憨憨傻傻 又是个外地汉子 就有意给他安排小姐 不 是安排少妇 一声吆喝后 残砖断完内钻出几名徐娘半老的少妇 可最终三明还是决定跟大姐走 大姐将三明带进房间 屋内大姐的断臂老公正在抽烟 老公看到妻子接了客人 一声不吭地离开 大姐关上房门准备服务 三明却拿出妻子的照片 原来他只想询问妻子的下落 没想到这大姐居然认识 还说自己女儿和三明女儿是同学 三明问大姐的女儿现在在哪 大姐指了指墙上的海报 言下之意 大厂诺基亚就是大姐女儿的打工去处 最后大姐拿出了女儿的小学毕业照 这是三明第一次 看见长大后的自己女儿 回程途中 三明听到了小马哥的求救声 只见他被困在丝带里动弹不得 但他被询问为什么会这样时 小马哥一口酒下肚 只说了八个字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两人一番闲聊 三明敞开心扉 说起了沉芝麻烂骨子的陈年旧事 听完三明的故事 年轻的小马哥讲出了自己的感慨 现在的社会不适合我们 因为我们太好爱就 三明不太明白 等他知道小马哥讲义气 面对三明这个现交的朋友 小马哥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 做兄弟的 我一定照顺 随即 两人互通了电话号码 给三明拨过去时 铃声是好人一声平安 来 你也跟我打一个吧 听听我这 而等三明拨过去后 一手上海滩炸裂登场 在江边 身穿短裤的三明 跳往远方 此时一个UFO在空中飞过 从三明的这边 一直飞到了沈红的那边 人在异乡 难免孤独 可殊不知 在遥远的天际 或许有些东西正盯着你看 这是独行者的奢望 也是异乡人的悲凉 沈红也是从山西来到凤捷 他是为了寻找丈夫郭斌 两年前 郭斌离开沈红独自来凤捷谋生 这段时间里 除了少之又少的手机通话 两人几乎没有其他联系 破旧的国营机械厂 工人们敲打铁器叮当作响的声音 瓷其彼伏 厂长办公室里 几个职工家属因为工商赔偿 吵得不可开交 沈红换过人群 坐在座位上 用空瓶子装起纯净水 一饮而尽 厂长听完沈红的描述 一口咬定他是来找郭斌的 然后又摇了摇头 打脸般地称自己并不认识郭斌 随后 厂里主席让沈红领郭斌之前留下的物品 那铁皮柜子主席拿钥匙捅了半天 没开 沈红一锤子 一包乌山云雾就静静处在那里 沈红此来 也是为了给生活来上一锤子 郭斌找不到 沈红就去找郭斌战友 在文官所工作的王东铭 一见沈红 东铭亲切地叫了生嫂子 可对于这两口咬的招事 东铭并不知晓 东铭掏出电话 打给郭斌 可惜关机了 两人只能等东铭下班 再去寻找郭斌 东铭带着沈红来到拆迁指挥部 那里三五青年正打着麻将 问完才知道 郭斌和县领导出去办事了 要一会儿才回来 两人准备等着 沈红就又去一旁的水壶灌水 此时 一个青年捂着头走了进来 一番打听后 知道青年吃了大亏 随后几个青年便放下手中麻将 拎着武器簇拥着出门 沈红替那流血青年包扎的伤口 纱布一圈一圈地缠着 两人随口交谈起来 从他口中 沈红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 女人是他们的大老板 和郭斌关系来往密切 随即他和东铭两人来到企业家联谊会 前台服务员称郭斌在16楼休息 听到这里 沈红似乎是怕撞见什么 就让东铭独自上楼 寻找郭斌未果 两人来到东铭家里 东铭下厨 沈红接水 为了散心 东铭提议沈红多玩几天再回 可沈红说 明天就要去小三峡坐车回去了 吃过饭后 两人来到窗台 沈红质疑起东铭包庇郭斌 东铭却表示没有这回事 沈红大吐苦水 两年了 郭斌不回家 夫妻也再没有感情上的交流 更可恨的是 郭斌留给沈红的联系号码 还少了一位数 沈红其实也预感到了 自己正在经历一段 无疾而终的婚姻 夜晚 东铭陪着沈红来到三峡彩虹桥边 那里的人搂搂抱抱 散步般地跳着交易舞 据东铭说 郭斌有可能会来这跳舞 可郭斌没等来 却等来了一幕 气势恢弘的场面 这座桥前后共花费了两亿多 是无数劳动者的汗水所凝结而成 可如今 却成了领导炫耀自己正进的作品 只见领导一声令下 一秒不差 彩虹桥瞬间灯火通明 风节的夜晚潮湿炎热 沈红来到风扇旁拉开衣领 静静感受清凉 随后他把内衣洗了洗 挂在了外面 沈红走后 远处那座奇怪的建筑腾空而起 这也就像沈红的心 他不会再留下苦等过冰了 一日 夫妻两人终于在东铭的帮助下碰面 两人走到江边 伴随悠扬的音乐 他们跳起了交易舞 虽然缠绵就在眼前 可沈红心意一决 感早已升空 从此一驱不返 沈红用自己移情别恋的理由 为两人婚姻关系画上句号 然而可悲的是 没有挽留 没有不舍 仅仅是望着沈红的背影停顿了三秒 郭斌就投影不回地离开了 镜头回到寻找妻女的三明这边 远处的气笔嗡嗡作响 三明的大水沦了有一段时间了 可妻子还是杳无音讯 晚上 一个光头在舞台上唱歌 灯光时明时暗 台下的人看得津津有味 唯有三明 虽然也会偶尔露出笑容 但总也有些强颜欢笑的意味 三明住的旅店即将面临拆迁 对此旅店老板有些生气 因为政府事先连招呼也不当 老板说不能欺人太甚 自己也认识几个混社会的大哥 这也是底层人的心酸和无奈 当面对公权力的轻压时 他们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走过街道 三明装见了小马哥 他背后还有一车小伙儿 此一句小马哥称是上头大哥给了五十元 要去摆平一个人 还问三明愿不愿意一起 三明自然不适合这种营生 也就离开了 在对三明伸出了大拇指后 小马哥给车上每人都发了几块大白兔奶糖 小马哥难得感慨 此一句有了这五十元钱 能买多少块大白兔呀 他也和三明约好 等他晚上凯旋归来 两人在一起喝酒吃饭 晚上 三明点好了一桌韭菜 可他却迟迟等不来小马哥 直到第二天他忍不住 一通电话拨过去 此刻一手上海滩正在耳间环绕 三明寻声找去 拨下那堆砖头 小马哥的尸体赫然躺在里面 为了五十块钱 这个年轻人就这样没了命 三明能坐得只有守在尸体旁 在真正小马哥的照片前点燃三根烟 孤独且冰冷 自上次和妻子的哥哥一别后 其实大哥还是决定帮三明 见到自己妹妹 这天三明终于等待了分别十六年的妻子 在妻子喊了声坐后 三明笔直地坐在了椅子上 见到妻子也坐下来 三明的第一句话便是 三明沉默了几秒钟 才想起来问及妻子的境况 妻子自述活得不好 他有些后悔当年的离开 最后三明话题一转 他想看看女儿的照片 可妻子此时却说 打不来晚不来 为什么十几年了你才来找 是啊 为什么过了十六年才来找老婆呢 或许是难以面对 或许是有所顾忌 或许是私心甚毒 或许是有所顿悟 总之这么多年 被解救的妻子没有活得很好 留在家里的韩三明 也早就虚度了光阴 三明和妻子 现在的老公对坐在桌子两侧 三明执意要带走妻子 而妻子眼前的老公一开口就是三万元 三明想了几秒钟 将手里的酒一饮而尽 告诉对方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来抽钱 三明要回老家赚钱了 山西盛产煤矿 下井工人一直都是危险且高利的行业 晚上 他和工友们喝了几杯互诉中场 想赚钱的工友们 也都准备跟随三明去山西某条活路 第二天一大早 几人踏上行程 前路漫漫 不知是生是死 随时的三明停在原地 他发现有个人正在两栋楼之间走起了钢丝 对方看似步伐稳健 但心里也是颤颤巍巍 或许这命悬一线的日子 也正要降临在三明的头上吧 06年 三小好人上映 当年就斩获了金诗奖最佳电影 成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文艺片 也一举将贾张科推向了国际高度 瑰丽磅礴的山水 匪夷所思的玄奇 厉头纸背的叙事 发人深省的思想 铸就成了三小好人这一副人间百态图 文艺片分两种 一种是乏味的 另一种也是乏味的 只不过后者会让人茶饭不思地琢磨 会探讨利益的高明 会研究异象的深度 所谓鱼音绕梁 三日不绝 说的就是三小好人这样的电影 什么是真实的 贾张科曾说过 离开北京往南走50公里 你就会见到世界最真实的样子 并非绝对的虚假繁荣 也绝不是满目疮一下的糟粕 真实的世界从来都是此消彼长 有血有肉的 高空划过的飞碟 直插云霄的楼宇 与其说他们是超现实 不如说整部电影的群像都是超现实 现实氛围压抑 百姓毫无生气 就连两个主人公 也是全成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这个明显和片名有出入的群像 诡异且麻木 我想对此 导演是要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 我们每个人都在借助一张好人的模子 游走于世间 这背后隐藏的思想除了自己以外 他人无从知晓 贾科长不过是拿掉了这层模子 让真实浅露 而恰恰又是在长江三峡 这种为人津津乐道的地域时代背景下 所以才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吧 一目十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